孟威长,欢迎来到那台,我是蓝火,咱们继续来看比赛 关战方的话,化生4一只,对战方 魔王,化生打魔王的话,感觉压力还是非常大 不好打,确实是不好打,是吧 魔王单挑,爆发太高了 而且群体的一个AOE伤害 这个关战方恐怕的话,恢复不过来,是吧 关战方的一个宝宝有点错 估计连虚迷都没有啊 秒的一个伤害确实,确实这个不高 对战方群轰过来,关战方宝宝瞬间残血 关战方继续拉,感觉关战方的一个宝宝都站不住呀 是吧 对战方猛烧,关战方的一个宝宝 感觉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压力 对战方这只小小锥子还想补掉这只童子 没有补掉 对战方 对战方再来一只密,再来一手密传 这只宝宝说实话哈 扛着罗汉的话 扛着罗汉秒过来的一个伤害还是非常可观 不得不说对战方的一个伤害确实是贼高 好 了解 此时观察方场上的一个宝宝全被清干净,观察方有点难受啊兄弟 观察方继续说,拉了一只叶罗煞,这只罗煞的话,看一看什么效果,有可能是之前错 但是这种宝宝速度很快啊,但是根本站不住啊,没啥抗性 观察方宝宝还贴人 观察方应该是直接放弃了啊,宝宝直接选择了防御 观察方自己射伤 但是观察方的一个防御降的也是很厉害啊,而且刚残的话还是被挂上了一手碎甲刃 对待方一手小二连,观察方的一个魔抗议是非常高 简单 观察方强解自己,直接给自己吃了一手五罗 观察方再给自己上一手小小罗汉 观察方才是被对面给拍倒了 只剩下一只孩子,这样的话观察方也是无力回天 观察方便